对于2024的选举来说 周朝康确实带给侯友宜很大的惊喜 而这个惊喜是从原本侯友宜低于国民党的基本盘 那现在回到基本盘 目前情况我特别跟各位报告 它是回归基本盘 双方都各就各位 蓝跟绿超过85%到89%都支持自己党的候选人 只是在绿营方面它的支持度要高一些 但不能怎么说蓝绿各就各位名枪起跑 这也倒是一个事实 但不要忘记有将近20%到25%所谓的中间选民跟年轻的选票 特别是20%到29%这一块对侯友宜是极其不利 极其不友善的 这一块他必须要去做有效的争取 过去的8年来绿营的狗屁刀招是多了 可是蓝营却能够找出来去少之又少 所以简单的说在未来40天当中 应该是进入短兵相接期间 双方应该就彼此未来的攻防 甚至人格上会有若干的缺陷 或者是绿营的重大缺失 从南到北其实只要用心 我认为这过去的8年当中能够找到太多了 从疫苗 这种抄袭已经翻页了 这个疫苗或者是贪污 或者这种光电 或者各种这种所谓的诈骗 人民心中的痛等等有太多了 但是如果只是以目前蓝营这样打的节奏来说 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我结论很简单 就是双方现在各就各位 蓝绿的基本盘不分宣制 蓝营没有资源 蓝营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侯友宜放大决 宣布辞掉新北市长 这一招大概可以增加刺激个3% 但是3%不够 你要去想办法 让这14个县市的首长要动起来 不要搞东南自保运动 覆潮之下无完卵 那青年这一块要找到青年的代言人 让上了年纪过了五六十岁 跟年轻人讲说 年轻人支持民进党没有希望 年轻人听不下去 他们是同侪团体 同辈团体的影响力比老人家还大 那国民党不是有青年军吗 怎么完全没有任何动静呢 你的青年完全没有动云 难怪年轻人不投你的票 这几块都很明显的 是可以着力点所在 而未来决战的关键 在中年选民 30岁到39岁 还有年轻人这一块也是